这么优美的声音 因为那个什么张老师跟我讲说 他们只演奏一曲 我们应该uncle一下对不对 我们应该他们后面还有表演 等到我们全部表演王再uncle 来 刚刚表演的这两位 天才儿童 一个是刘靖兰 我刚刚看到的名字是 刘靖兰 一个是黄佳琪 黄佳琪你学那个刘靖兰多久了 昨天才开始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昨天才开始学的那个刘靖兰 真的好谦虚 所以你学了也没有十年不止 差不多 黄靖兰 刘靖兰 我一定要让你怎么样出名一下 叫刘靖兰 刘靖兰你学多久 13年 13年哦 为什么你的刘靖兰 比达那年小支 你不是男生吗 越小支越厉害是吗 是哦 我以为大支的比较要用力 那小支的比较不用力 原来是越小支的越难吹 我真的是门外汉 真的困难 你看我们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要搭火车的 想说下一班再去搭吧 好难得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的盛会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行声大众管乐团 这个大概你只有要付800块到1600才能够在国家音乐厅听到 现在因为我们台铁纪念我们131年的铁路局 铁路节跟重万线通车110年 我们才有这样的盛会 所以呢 如果你怎么样不赶时间你就站着 下班车再搭 我们的火车票是这样可以搭的 尤其7000车没有分啦 但是如果你去坐火油码 你要赶快去 这班没搭到下班怎么样 就没位置了 好 我们呢 要我们正式的宣布 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呢 台铁志工队主办的 庆祝131年铁路节 还有呢 重万线通车110年 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喊一个耶一下 来 123 耶 好像太小声了 因为大家还没有准备 我们通常都在绿好手下 来 123 耶 好 那大家在坐火车 大家只知道高铁 只知道怎么结印 其实我们台铁到这130年 我们租了好多火车 我现在把我们一辆一辆火车 把它叫出来 哎 火车开到这边很辛苦 来 我们第一辆火车 哦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代 我们的最早的火车 来 再来 我们的柴块柴块柴电柴电柴电 对这个不能污了 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是很辛苦的 都会怎么样呢 煤炭会怎么样烧了满点这个 也是我们的柴电 来再来我们的电链车 电力 电力我说就是我们电气化了 这个电气化以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电链车 光华号 光华号也是我们第一代的 光华号算不算电链车 它不是 它是裁电的 所以刚刚应该起来请裁电的 光华号有没有人知道光华号 爷爷你知不知道光华号 有没有做过 有没有 没有 北提亚车我都做过 我有做过吗 有啊我有做过 现在父子人 北提亚车来来 我们有讲真的 北提亚车谁知道在民国几年的时候有北提亚车 白北提亚白铁的没有冷静的哦 跟各位报告一下哦 今年庆祝131年我们每年都出100张的特别的车票我这里有40张想要吗 带回家哦 只要哦 我有答我有题目你回答就给他100张 赶快你不是有Google吗 不是Google赶快咕一下嘛 哎呀真是的哦 好待会我们再看看谁知道说北提亚光华号现在复死哦 最近还在4月份的时候光华号又又跑出来哦 我们蒸汽火车哦对黄会长刚刚有拍哦 啊那个蒸汽火车也在复死什么叫复死原来他已经没有开了现在又跑出来开了哦好待会我们再再问哦来这个已经到电力机车了来电链车电链车 这什么车这什么车哦推拉式的哦走一步退三步的这个火车能搭吗不是走一步退三步是有没有看过前面的火车头后面的火车头可以这样推也可以怎么样往后不用倒车的推拉式火车好再来我们接下来是什么哦我们电链车来来来我们 第一代四强号啊第一代四强号还记得吗你对如果你家我们有个麦克风啊给我们志工一下我给我们电链车哦我们这几位都台链退休的哦这样干台链哦我们台链文化志工有很多台链包括我们还有一个怎么样曾经在台北国在当副站长的哦所以啊对我们台链志工队都是台链人的哦来这个颜名台链电气化的第一台 自强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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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们听过哦来自英国啊来自英国哦你们有听过说哦你这台车好像那个自强号的哦他讲的自强号就是指这个英国恢复没有坐起来非常舒服有没有哦比我们现在的那个朋友还舒服哦那再来我们现在来电链车哦接着怎么样呢哎这个就交通车了哦有没有哦上下班的有没有哦 这个电链车开始了哦好先拿着没关系再来我们爱花姐出场哦好这个叫微笑电链车为什么叫微笑因为他的脸哦这样看起来像微笑 你有没有想过你坐的那个通勤列车我们我们台链在推什么推说怎么样把那个什么我们的火车当作你的怎么样交通车 当作你的捷运三分钟就一班车站长如果在这边铁路局局长都哪时候我有讲说三分钟去搬车啊我说我们将来期待三分钟哦来所以我们的微笑列车是因为他长得怎么样哎八百哦我们现在也没有九百来呃问看看这个一张送给你请问我们现在电链车有没有九百有什么时候要购买你告诉我快了快了哦 好哎目前我们只要八百报告一下哦好来再来我们泰鲁格号要出场了咩咩咩咩这个晃来晃去的泰鲁格号来这个是我们以前我们台铁的副站长哦这里的副站长当台北国车站因为台北是一级的站长那个站区啊也是车站车站有分好几级这个是特首级的哦所以当副站长要一定第一个要长得高第二个要长得帅第三个要有智慧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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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要会讲话来告诉我们好辛苦哦来泰鲁格号什么特色来泰鲁格号是完全比较我们高铁的车厢啊从日本过进来这个台铁的非常的舒适然后他可以说是叫做摇摆式列车所以他在转弯的时候他不需要减速他保持长速一百一一百二呢要来行进所以现在到台北到花莲两个钟头就过了非常前适 谢谢各位的时间 摇摆式所以怎么样小孩子睡不着就去做泰鲁格号 摇一摇他就睡着了对不对 如果有泰鲁格号还有一个怎么没有出来呢对不对 好像大家对火油马比较怎么样比较熟悉嘛对不对 因为他车子比较多因为他比较贵对不对 站长他是不是比较贵 一样价钱哦我怎么听说泰鲁格号比较贵 那是我说的哦我怎么记得他比较贵 票价一样吗 一样都是到花莲四百四四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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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嘛好 小朋友都会讲泰鲁格号 泰鲁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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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 十款怎么样呢 我们目前现役的 来先退后面一点点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其实这是个梗 不管你做哪一个 你做泰鲁格号 到我们花莲也好 你做我们微笑电链车上下班也好 你做我们电链车 这一款没有再开了 没有开了 好 你做这个怎么样 推啊拉 那时候刚刚进鱼怎么样 走一步怎么样 退两步 那你还要不要到家 要 其实不是 这是两个车头 这边他不需要转弯 就说去 就从这边 啊回来不用车子倒回来 就从那边这样去 这叫推拉式 好 再来光华号 光华号最近都父子 他很有名 再来财店 藤一号没有了 没有了 这么多车种 你不管是做什么 你坐车要不要安全 开车要不要行车安全 有 来 来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有三位 他今天一定要跟我讲说 难得这样聚会 来来来 我们要宣导一下 你做火车要安全 还有怎么样 没事更不要走到平家道上面 我觉得现在交通警察都很帅 女的美男的帅 对不对 来来来 我要绑麦风公 我们还有一个麦克风 谁要当主讲 你 他 因为我们通常女生 比较敢讲话 我们家里都是太太在讲话 先生都不用讲话 对不对 你看吧 我们总统都女生了 希望我们是女生当家的 好 来 来啦 我们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然后再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今天 会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是铁路警察局 他们家在那边 他们家在那边 隔壁那边而已 然后我们主要是在台北车站这边呢 就是维护交通跟治安的部分 那像交通部分 我们今天就来做交通宣导 就是说 因为台铁 台北车站毕竟是一个比较久 比较久落成的一个车站 所以我们越台毕竟是比较狭小 那请大家就是经过月台的时候 要尽量注意 留意你们的脚下 就是 不要小心就是你们的步伐 然后也不要就是 过着低头滑手机 就是低头可能会很危险 因为之前我们有遇过很多的人 就是他们是低头滑手机 然后就从楼梯上跌下去 或是月台上衰落 就蛮危险的 跟大家宣导一下 好 好 就这样子吧 那如果是好的 好的行为 有没有给我们奖励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怎么样的行车 这个使用人 或者是好的台铁的这个什么样的搭车人 你可以到那边给你一杯怎么样 珍珠奶茶 免费的 对不对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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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谢谢他们 谢谢我们的这个什么样的铁路警察 这么辛苦的在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还要赶快来跟不忘记怎么样来 要告诉我们 真的很小心 到月台的时候 尤其我们副站长都说 以前的人都是不小心 有时候真的不小心就这样滑下去了 但是不要故意滑下去了 好 那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插播这个叫工商服务 好 谢谢我们的铁路警察 谢谢我们的帅哥美女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可以 好 跟各位致歉一下 已经过了15分钟 你们的表演还是维持一小时 没有关系 绝对不能少15分钟 好